淋上鱼肉 加入薯仔 蛋就淋上去 淋上芹花、芫荽、葱 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蕃茄、薯仔、牛肉 湯鲜肉嫩 有湯饮有肉食 主要材料是 薯仔、蕃茄、牛肉 檸檬要少少汁 这是新鲜牛肉 我买了回来放到冰箱 冰硬了解冻了 因为煮得很静力 很快就软身了 现在先切一切 洗都不洗 先切一切 硬硬地切就容易切 我们把它切断 它的纹是这样的 把它切断 它的纹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切断 它的纹是这样的 如果你嫌它大片 你先把它破开 把它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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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2、3分钟左右 把它切断 把它切断 拿一块水 把它切断 把它切断 这个柠檬我洗干净 切一小块 拿些汁就可以了 够了 生抽 鸡蛋 开一块鸡蛋 好 把鸡蛋清 白糖 胡椒粉 蚝油 生粉 草草 把草草搅拌均匀 先炸均匀 炸到差不多了 我们就放些油 封一封它 让它香一些 滑一些 好 就这样放在一边 醃住它先 薯仔我就已经洗干净了 先削皮 削皮就可以了 来 去煮丝 先拿出汁 乳酱 切碎 切碎 番茄一只大一只小的 大一只切成片 如果说够些就剥皮了 像今天我都懒得剥皮了 就这样切 切成片 薄薄的就可以了 切成零形 厚厚的 切成碎 切成蒜熠 帓茄子 这个里面 放入烤锅 水滚后放入烤锅 盖一盖盖 滚了2分钟 这个步骤最好切至更紧熟 可以了 10分钟就可以了 放入烤锅 烧热锅 锅以放油 姜葱蒜爆香 爆香和有香味 把薄的蕃茄放入 炒至气沙 增加蕃茄的浓度 放些蕃茄酱 炒一下 沸滚水 放入烤锅 少盖起 慢慢炸 按照自己的人数去放水 放入烤锅 这些一粒粒的蕃茄也放入烤锅 放入薯仔 放入烤锅 不要太猛热 收一下火味 现在可以调味 放些盐 半茶匙白糖 放少许鸡粉 这时候可以试一下味 如果不够可以加 牛肉 现在先放入烤锅 放入烤锅 手开一下 新鲜牛肉 放入烤锅 汤很甜 放入烤锅 牛肉片后 要煮一下 将牛肉浸 看牛肉片多嫩 没有汤饮 有肉吃 刚刚的蛋 也没有浪费 好 蛋就这样淋上去 就行了 青花 芫荽 葱 这道菜就完 好棒 先试一下 关火 先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赞 多谢大家 拜拜